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人文讲堂 对于五年级以上的观众来说 作家林海英跟他最知名的小说 《城南旧事》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除了作家身份 林海英最让文坛称道的 是他勇于提息后进的心 有人说林海英家的客厅 几乎总是坐满半个台湾文坛的才子们 因为当林海英在担任报社复刊编辑的期间 不只发掘了许多有潜力的写作者 他成立的出版社 更蓬勃了台湾文坛的纯文学风 这样一位极具代表性的文坛大师 我们岂能不认识呢 今天就请长期关注与研究 林海英的汪淑珍 带领大家一览林海英的文学风景 了解林海英对于台湾文坛所做的开创性贡献 以及他坚持纯文学的理念 一起欢迎汪淑珍 大家好 在全球逐渐暖化的现在 但是我们的人心却慢慢的冷漠了 可是在台湾文坛曾经有一位人 他总是带来了温暖 这个人就是林海英 大家对于他家的客厅有个封号 说是台湾的半个文坛 那他的生活经历很特别 他是在日本大阪出生的 可是在他三岁的时候 他回到了台湾 但是五岁的时候又到中国大陆去了 一直到民国37年 他才回到了台湾 那他在这个最早的时候 在中国大陆的北平 是担任记者的工作 那记者我们知道 他是只能客观的写报道 不适合发表太多主观的这个意见 那他就觉得这样子 他的一些想法就没有办法抒发 于是他决定了走向文学创作的路 当然有跟女性有关的 像婚姻的故事 也有跟家庭有关的 东青书 最为人们所知的呢 就是《陈南救世》 《陈南救世》这本书呢 在文坛上 已经出版超过50年了 可是林海英呢 他最重要的贡献是 他努力地推动存文学 那他的这个经历非常特别 他在联合报复刊主编 担任了10年的主编 那联合报复刊呢 最早他的一个风格是 综合性 趣味性的 他并不是以文学为主的 可是林海英呢 他接掌了以后 他决定带领这个报纸呢 慢慢走向所谓的文学性 所以他甚至呢 曾经在礼拜天 联合报复刊整版 刊载一万字以上的长篇小说 慢慢呢 这个副刊 他就走向了所谓的文学特质 文学的这个风貌 其次呢 他就是还成立了 纯文学月刊 借由这个刊物 刊载很多文学作品 其次呢 就是他成立了一个很重要的 纯文学出版社 那由这三个平台呢 去推广所谓的纯文学 那我们就来认识一下 林海英这个人 他的生平经历 大家在这个投影片上看到的 是林海英呢 小时候的样貌 这是他小的时候 那林海英呢 他在12岁的时候 他的父亲就过世了 他自己跟着母亲 要带着三个妹妹 两个弟弟 所以他是长女 那因为这样的一个经历呢 造成他呢 非常独立 坚强的个性 可是我们可能会想 爸爸在他12岁就 往生了 是不是对他的影响不大呢 其实错了 他父亲呢 虽然呢 只陪伴他12年 但这12年 对他的影响却是长远的 他有很多的行为 习惯 兴趣 都是受到父亲的影响 这边看到就 他的父亲叫林幻文 也许大家有点陌生 林幻文呢 他非常喜欢阅读 非常喜欢看书 而且很尊重书本 所以呢 林海英曾经回忆说 我小的时候 爸爸对我很严格 不准我做这个 不准我做那个 但是 只要我想买书 或者是订杂志 爸爸二话不说 就说你去买 你去订 因为父亲非常支持他 阅读 看书 而且呢 林幻文除了尊重书 喜欢书本以外呢 他还非常喜欢我们中国的书法艺术 只要一有空 他就努力地写书法 那林海英呢 在小的时候 看到爸爸这么喜欢这个书法艺术 其实对他是有影响的 他心里慢慢就觉得 中国的书法艺术是很棒的 有机会我一定要去推广 所以后来呢 林海英当了出版社的老板 出版了很多的书 那这些书呢 有个特质 它的封面 有很多是请民书法家来提字的 那一般呢 如果我们做封面 我们用很简单的去制作 根本不用花很多钱 可是林海英呢 他因为觉得 书法艺术 中国的书法艺术是很重要的 可以让他得到传承 那书的封面本来就要有字嘛 告诉大家这本书是什么名称 那既然呢 我可以让大家知道他的名称 又可以让这个艺术得到传承 那不是很好吗 所以他请了一些艺术家 请了一些书法家 都是有名的书法家 帮忙他的书呢 封面呢 写上了这个书法字体 像这边我们可以看 中国豆腐 中国竹 中国儿歌 这些呢 他是请当时一个很有名的书法家 叫朱介凡 请他用寿经体去提这个字 另外呢 像这里 简影化文坛 是请这个台静隆先生 用行书去写的 那你看当我拿到这本书 我知道书名以外 我还能够欣赏中国的书法艺术 那甚至我去了解这个书法艺术 是哪个书法家写的 是不是中国艺术也得到传承了 那这个行为是怎么来的 其实是受爸爸喜欢书法影响的 所以家庭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除此之外呢 林焕文是一个很喜欢帮助别人的人 他其实不太计较他能够得到多少 林焕文呢 曾经在日本待过一段时间 那在日本期间呢 他在邮局工作过 也在报社工作过 那在邮局工作的时候呢 他常常会遇到一些台湾的留学生 要去邮局寄东西回台湾 但是可能刚到日本 语言又不是很流利 常会有一些问题 那他都很主动地帮助他们 甚至这些留学生呢 在日本 待在日本的时候 跟人家发生一些问题了 没有办法解决 那林焕文呢 也会主动地去帮忙 这个学生 甚至呢 他还免费哦 把他们家呢 开放 让大家来家里 开台湾同乡会 那甚至有些人刚到日本 找不到地方住 他也免费说 好 那你就先来住我们家吧 小小的林海英 看到父亲这样的热心帮助别人 所以日后呢 他也一直觉得 只要有机会 他也愿意帮助大家 所以林海英呢 他呢 让人家感觉他是温暖的 他喜欢帮助别人 那我刚刚提过 他曾经有三个很重要的工作 一个是报刊杂志的编辑 那他借由这个编辑呢 让很多新人有机会作品 在刊物上出版 印成字 看得到那是我的作品 非常高兴了 此外呢 就是借这个出版书 帮助有些人 他有想要出书的心愿 他帮他完成 甚至有些人经济不是很好 但是文笔很不错 林海英就帮助他呢 把书给印出来了 那有赚了稿费 生活得到改善 其次呢 我们看第二个 这个呢 这个人也很有趣 他叫做邓宇平 在1950年呢 他是一个诗人 他写了一首诗叫 《高三清》 后来被谱成歌曲 那后来 那当然他早期是一个诗人 可是呢 他到了晚年 大家都忘了这个人了 可是有一天 林海英呢 在报纸上 看到说这个人呢 他年纪很大了 一个人很孤单的 在老人院里 那他有个心愿 他希望他的作品 一些诗歌作品 能够结集出版 他希望有个人 帮我出版这些书 可是很多人会觉得 那已经是一个老人了 帮他出书做什么 但是林海英呢 看到了这篇报道 他二话不说 马上跑到老人院去 看这个邓宇平 而且还告诉邓宇平说 我帮你出书 这本书呢 就是我存在 因为歌 因为爱 他帮他出了这本书 那出了这本书以外呢 他还把这本书呢 去参加国家文艺奖 竟然得奖了 得奖了 是不是就有奖金 有钱了嘛 而且这本书出版了 又有版税 版税加上奖金 让本来经济很不好的 邓宇平 能够有一点改善 经济有一点改善 那第三个呢 跟大家分享的故事 就是跟钟礼盒有关的 钟礼盒呢 我们都称他为 倒在雪坡中的写作者 为什么 他很努力写作 写到最后 他竟然吐雪而死 林海英在当 联合报复刊主编的时候 他看了很多他的作品 像最有名的 栗山农场 还有雨 还有贾离婆 那甚至后来 钟礼盒往生的时候 林海英呢 就跟一些朋友 决定要帮他成立一个 钟礼盒纪念馆 在高雄的美农 他很努力的帮忙 出钱出力 然后后来呢 也真的 这个文学馆就成立了 所以大家如果有空 到高雄美农去 可以看看钟礼盒纪念馆 那林海英呢 担任联合报 副刊主编十年 那是在1954到1963年 大家可能觉得 当副刊主编 没有什么了不起 但是不要忘了 那个时候 台湾在戒严 而且我们的媒体 没有这么的多 所以那时候 三大报 对我们来说 是很重要的 甚至呢 如果你的文章 可以刊登在这三大报 尤其联合报副刊 很多人说 如果你的作品 刊登在联合报副刊 就代表你拿到了文坛的入场券 代表你一定是作家了 所以你想这重不重要 非常重要对不对 他担任这个副刊十年的主编 那有些主编为了便宜行事 我可能尽量刊载一些名人的作品 我不用伤脑筋 这个作品一来就非常的优秀 我不用改 我就可以刊登 可是林涵云却不是这样 他尽量 他大量的用新人的稿件 可是你要想 新人的稿件 可能问题就比较多 他可能要帮忙修改 甚至要沟通 但是他却很乐意 去做这些事情 非常有大爱无师的精神 那我举两个例子 一个就是黄春明 黄春明大家应该听过吧 他现在非常的有名 他的作品很多都改拍成电影 像《儿子的大玩偶》 两个油漆匠 看海的日子非常多 那他早年第一篇文学作品 就是投稿到联合报复刊 那个作品叫做 《沉载落车》 落是掉落的落 好 这个用方言发音是什么意思 《沉落车》 那当时呢 这个黄春明写的这篇文章呢 他还附了一封信 说这篇文章呢 标题绝对不能改 因为他觉得 主编可能会帮他改 落车这两个字 改成下车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台湾在推行 国语运动 所以我们说方言 就地方上的语言 是不太能够在这些刊物上呈现的 那《沉载落车》就是 到了一个城镇去 这个城市对他来说是很陌生的 公车也很陌生 可他很怕呢 坐过头了怎么办 会忘了下车 他非常担心 那黄春明就认为说 如果你没有用陈载落车 楼掐码 不能凸显这个乡下来到城市 富人 他那种慌张的心情 所以他觉得标题绝对不能改 可是你要想 当时黄春明只是一个 刚第一次写文章的人 他竟然写了这样的一封信给主编 那如果你们是主编 你会理他吗 可能有些人就觉得 你是什么人啊 为什么我不能改 但是林海英呢 却没有改把它刊登了 而且刊登以后 他写信鼓励黄春明 那林海英事后回忆说 其实啊 刊登以后 他第二天 一直到报纸要刊出来 他是非常紧张的 因为那个时候 警备总部随时会去关心人家 他非常害怕 当这个刊出来以后呢 黄春明他大受感动 他事后回忆说 我从小在家庭得不到温暖 在学校我也得不到温暖 在社会我也得不到温暖 但是树妹平生的林海英竟然给我温暖了 所以我突然也找到我人生的一个定位 知道我可以往哪里去发展 所以他走上文学这条路 他回忆说如果当时林海英是退稿的话 他说那么我可能就不会成为作家了 因为我的个性是觉得爱面子 如果人家退稿我就不要了 所以你看一个举动影响人一辈子 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林怀民 大家都知道他是跳舞的 可是知道吗 他最早是写文学作品的 他在联合报复刊的第一篇作品叫做《儿歌》 是林海英刊登的 那他利用这个作品呢 后来去买了人生第一双舞鞋 所以他今天的云门舞集呢 已经在国际上发光发热了 那他的第一个稿筹 就是拿来买了他的舞鞋 此外呢林海英呢 有一个纯文学出版社 他非常坚持出版的品质 作品呢一定要讲究品质 不随便乱出版 甚至呢这些书出版了隔一阵子 他就把它换封面 所以你看同样的作品 他隔一阵子就会换封面 那人家就会说 干嘛花钱换封面啊 这卖得很好就继续卖嘛 他说不行 书就像 他说书其实很像人 他也要随时换服装 所以会帮他换封面 甚至呢 在当时这些书都卖得很好 像林良的这个《小太阳》 还有王兰的《蓝与黑》 那这些作品后来在 纯文学结束营业以后 他们再换别的出版社卖 还是都卖得很好哦 所以可见 当时纯文学的出版品 有很高的这个出版品质哦 此外呢 林海英的《纯文学》出版社成立以后呢 台湾文坛就成立了 接续成立了又四家出版社 我们当时给他一个封号叫《无小》 其实他一点都不小哦 就是我们后来知道的 《九哥出版社》《红饭出版社》《尔雅出版社》 还有《大地出版社》 这些后来都是很有名的文学出版社 所以人们称那十年是我们的文学年代 在现在实在很难想象 那除此之外 林海音希望出版业大家要团结 所以她还召集当召集人 约了出版人 每个礼拜早一天 大家一起选个餐厅来吃饭 不是只有吃饭 顺便讨论了我们这个出版业未来的发展 彼此以纯文学为号召 不要为了商业利益 忽视了文学性 大家在她的号召下 就是很坚持出版的品质 所以那个时候台湾的出版界 出版的书都是很棒的 那这种行为也影响了当时很多的出版人 宁可牺牲一些利润 但是要让出版的东西是有内容有内涵的 那受到影响最深的就是这位 他叫做影帝 是尔雅出版社的创办人 现在俄亚出版社也还经营得不错 他曾经跟着林海英一起工作 那他就说我看着林先生 刚刚没跟大家解释 林海英在文坛上人称他为林先生 先生我们一般认为是男生对不对 可是他尊称他称他为林先生 可是他是女的 那这个尔雅出版社的老板影帝就说 我看着林先生对出版品的讲究 不仅内容要好 连印刷的字体用的纸的品质 纸的品质 甚至封面设计他都非常的讲究 他说因为这样 所以呢我后来成立尔雅出版社 我也很要求我的作品 我的书出去一定是要有很好的品质 所以他说这就是受到林海英的影响 那其实林海英呢 他非常的尊重创作者 也维护作家的权益 他认为呢 这些所有的创作 都是作家很辛苦写出来的 所以要给他合理的稿筹 甚至书只要再版 他就给他很高的版税 所以我们看这边有个小房子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像彭哥 他的作品呢 曾经出版过 人生的光明面 权力的滋味 他说呢 他当年在台北光复南路 买了一间房子 现在很值钱吧 他称那个房子叫版税屋 是因为在纯文学出版社 出版书赚的钱买的房子 很难想象 那当时呢 早期大家对著作权 没有这么的强烈的认知 林海英就开始 已经很注重所谓的著作权 有一次他听到有个地方 就是有人倒映纯文学出版社的书 他甚至找了警察 直接要去抓盗版 你想这是一个当时非常有开创性的一个想法 我们现在当然知道著作权很重要 还有个资法也受到保护了 可是当时大家是没有这种观念的 所以更显得难得 因为他认为作家的创作都是心血 一定要保护住 那林海英呢 其实他的胸襟非常大 气度也很宽 他后来呢 年纪慢慢大了 他就决定了 这个出版社他想结束一业了 那曾经有人呢 就出了很高额的钱 说我帮你买这个招牌 招牌卖给我 他说不要 他说我宁可呢 把这个出版社结束掉 也不随便再把招牌卖给别人 而且他结束的时候呢 他就告诉这所有曾经在 纯文学出版社出版书的人说 我版权无条件归还 为什么要归还你们呢 因为这些书其实都是非常的棒的 可是如果呢 我出版社关掉了 你们是不是再也看不到这些书了 卖完就没了 那太可惜了 所以他决定了无条件 无条件归还所有的版权 而且还通知呢 曾经在纯文学出版社出版书的人 你们都可以来出版社搬书 你自己的书以外 别人的书如果你有兴趣 也可以都带走 所以非常的 这个心胸非常的宽大 那他非常的热爱朋友们 那他常常邀请朋友们 到他家里来聚餐 吃饭 甚至有人从国外回来 他就会告诉 问这个朋友说 你想见谁啊 这个人说我想见 见哪些人 他说好没有问题 你不用那么辛苦 我把他们全部都约来我家 你就来我家 你就见得到这些人了 所以人家称他们家就是半个台湾文坛 就是这样的 那林海英呢 他坚持文人的尊严 还有文学的格调 创造了一个纯文学的年代 虽然那个年代呢 已经过去了 也回不来了 但是呢 毕竟他留下一个让我们很难忘的经历 那林海英的性格呢 他是温柔宽厚的 但是却有男性的豪爽气概 他的文笔很柔软 性格却是很果断 不管怎么样 他的留给我们的是一段难忘的回忆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句话 无私奉献 人生光彩展现 我是汪淑珍 谢谢大家 谢谢汪淑珍带来一场 与林海英 与纯文学相遇的动人演讲 不管时代如何变迁 文学永远能够带给人类 丰沛的生命养分 跟心灵依靠 人称林先生的林海英女士 以50多年的时间推广台湾文学 林家客厅半个文坛的传奇 至今仍为文坛津津乐道 而她个人的创作质量 编辑风格和出版成就 更写出了台湾文坛最灿烂的一页 文学的美好 由写作者播种 由阅读者收获 那是两颗心灵最精彩的教会 也祝福您能够在文学中 看见生命的光彩 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人文讲堂 我们下回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